深夜马路上几名黑衣男子 朝白衣男子大力挥拳 他被打得变成歪腰 随后也反击连打对方好几拳 天场六名男子打得一片混乱 旁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但他们不顾安全 从马路边打到横越马路 一群人挡在路上 附近民众全吓坏就怕被波及 路过机车也直接停下闪避 目击民众说才刚看完电影《脚头》 刚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 才200多公尺 当街开拍《脚头4》 上演在基隆爱三路 地点就在基隆庙口夜市旁 只有100公尺的距离 当天是周日晚上 基隆庙口夜市相当热闹 附近车位不好找 当时双方就是为了想停在 这块蓝色框框卸货区发生争执 25岁何姓男子及朋友 先停在卸货区 后来从桃园中立来的 20岁灵性男子来找车位 以为对方要离开便靠近 却被对方大骂赶走 灵性男子越想越气 开车回头理论 双方在街头上演全五行 今天现场发挥民众及调阅监视器 本所已锁定特例对象积极侦办 其余涉害男子警方也全都锁定 全案一聚众斗殴伤害罪侦办 另外假如管制时间把车停在卸货区 将罚最高1200 只是停车纠纷却没冷静处理 以为跟电影一样 用拳头解决问题 不知不率还会狼狈上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国宝 赖文池 徐宇晨 基隆报道